哈登生涯守贯,快船对时守贯,终于要来了 刚刚746人终于把自由还给了哈登,将他送去了快船 同时老塔克也追随哈登而去 这下快船队组成了联盟最强三巨头 伦纳德,乔治,哈登 放眼整个联盟,再也没有比这个组合更强,排面更大的三人组 而且从适配性的角度上来说 伦纳德,乔治,两个攻防一体的超级风险 哈登,一个进攻组织双能的顶级持球大合 三人搭配,可谓是珠联闭合 前场后场配置,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而且尤其令人感到惊喜的是 快船队没有付出任何极战力 仅仅是出了一些配平合同的边角料 巴图姆,莫里斯,考文顿,小马丁 这里面除了考文顿稍微有点用以外 其他三人可以说没有任何正下作用 四个人加一起,场军得分只有9.7分 都比不上哈登的一块脚皮 更何况塔克的到来 本身也可以弥补考文顿的空缺 因此,除了选秀权方面的损失以外 快船队可以说是半点战力没有下降 空降了一个20加10的超级明星 其他球员姑且不论 卡交灯三人组,平均每场 保底就可以贡献70分的火力 你再搭配上鲍威尔海兰德这些得分手 回头曼恩在满血归来 快船的进攻火力只怕更在全员太阳之上 如果把这个神龟换成二灯戈 快船这个阵容将绝杀 只可惜换不得 但是哈登来了以后 威少就要尽量扫用 首先必须将它从首发阵容中移除 用投射能力更强的海兰德或者鲍威尔搭配哈登 如此快船队的进攻将彻底无解 也不用担心主巴持这个短板 当年哈登能将平平无奇的卡佩拉 一手卫成卡皇 能将指挥碰瓷的恩比德 一手卫成MVP 现在也一样能把主巴持卫成主皇 他只需要担心自己的肠胃功能够不够强 不要因为吃饼太多而消化不良 总之快船的这笔交易 堪称是史上最佳交易之一 原始战力无损 一个手轮 两个四轮的复苏便得到了哈登 简直是逆天 等到明年六月份哈登快船 捧起对时手冠的时候 这笔交易将永远窄入死车 所有人都会惊叹快船队的神奇操作 而746人也将永远浓为历史的笑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